2018 健康塑形俱乐部 安利优质品牌合力打造 换活新生 我要健康 我要美 课程五 瘦身造型指南 圆形脸秒变小微脸 大长腿得来全部费力 享受燃脂瘦身 拥有美和快乐 本堂课教你掌握生活与运动中的 实用显瘦塑形技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许志军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如何瘦身造型 我们发现现在有很多人 都主动地加入到运动健身的行列当中 他们除了为了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之外 也为了追求曲线更美的身形 他们每日瘦身的微小变化 可能难以察觉 但瘦身的过程肯定也需要坚持付出的 所以本节课程会帮助您 捕捉和放大制身的优势 通过运动的装容及造型达到改变 让您可以充满着动力地去享受 燃脂瘦身的过程 我将细说运动瘦身造型的各个方面 让您在瘦身运动的过程中持续地享受美和自信 瘦身的时尚特别会引人注意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运动达人的微博啊 运动时尚品牌的代言人 我们都能从中感受到运动给人带来的造型的潮流和活力 日常生活 我们也能打造出热情活力的装容和造型 给自身带来了满足感 也更有动力地去改变自己 运动瘦身造型会给人带来很大的变化 如图中 经过瘦身造型之后 变得更加的苗条紧实 也更能展现身体的曲线感 不仅甩掉了不健康的体质 穿衣打扮也有所讲究了 更活力更健康 这其中造型打扮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通过造型的打扮 能够真实有效地改变一个人的形象 你所看到图片中 造型打扮可以让这个男生完全地变了身 从一个普通的程序圆 变成了一个吸睛的形男 接下来我肯定也会带领大家 从寿星造型的每个方面入手 一步一步地做到真实有效地改变 造型指南的第一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妆容竖年 一般看人肯定先看脸 一张好看的脸 立体的脸 都是人们所想望拥有的 那么应该怎么样进行妆容竖年呢 很简单 修容即可让我们脸变得更瘦更立体 先给大家看一张对比的图片 左边的是我们所熟悉的蒙娜丽莎 面部圆润饱满 幼途中 蒙娜丽莎修容之后 她的脸变成了一张性感 又有个性的脸 修容后 她的面部整体的轮廓感更加强了 亮度的明暗将她的五官打造得非常地立体 显得脸更小 可见修容前后的变化真的是非常之大 那么我们到底如何打造这样的修容效果呢 首先得明确 脸宽就写脸大 而脸宽是因为脸上突出和凹陷的部分不够明显 看上去更接近一个平面 修容就是要让突出的部位更加地突出 凹陷的地方更加凹 起到一个对比的效果 这里有一张示意图 教您准确地找到修容的位置 我们来看脸上相对突出的部位有 鼻梁 额头 眉骨 下眼的三角区 下巴 这些部位都应该是用高光使之更为突出的 而面部相对凹陷下去的部位有 我们的法际线 太阳穴 鼻影 颧骨下方 脖子 这些位置达上阴影之后 就会被完全的凹陷修饰的感觉 立体感就会加强了 这里就有两个修容的实力 记录了具体修容的过程 修容后完全凸显了面部的轮廓感 状态区别非常大 不需要质疑的是 立体修容是会显脸小 脸立体 而第二部分要讲的是眉形竖脸 其实眉毛在我们脸上占据的面积非常少 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即使是同一个人画上了不同的眉形 也会带给人们不同的气质 也会改变脸形和整个精神的面貌 咱们就来看这三张图片 同一个人在三年之中的一个变化 最明显的是眉形的改变 从2015年它的眉形偏粗胖 年肯定会显得更圆 显得人会比较呆猛一点点 2016年眉形较前一年变得更加的细 眉色的变浅了 削减了许多稚嫩感 但眉毛看起来相对会平整死板 眉毛跟五官和脸形的搭配起来 稍显得呆板和生硬 到了2017年眉形变得更加标准 改善了线条感 呈现出柔美的感觉 眉毛饱满立体又干净 让整体看起来落落大方 那我们该如何打造 适合自己的眉形呢 首先要知道 眉毛与脸形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眉形的打造 要根据不同脸形来选择 这里有与您相似的脸形吗 我们一起来看 来认识这些不同的脸形吧 首先是方形脸 常常呈现为 腮骨与脸形类似的宽度 两边会偏宽一点点 那之后是鹅蛋脸 从我们的额头到我们的眉毛 眉毛到我们的鼻底 鼻底到我们的下巴 这三个我们叫三亭 三亭比较相等的位置 就偏鹅蛋脸 那之后就是瓜直脸 脸部的轮廓特征会接近T字形 额头的宽度 虐小于我们的颧骨 但大于我们的下壳骨 之后是长形脸 脸形比较偏长 明显长于我们的脸宽 并且额头 颧骨 下壳的宽度 基本相同 最后是圆形脸 是一种较圆的脸型 圆形脸和方形脸一样 都是额头 颧骨 下壳 基本相同 但区别在 圆形脸是比较圆润饱满 像婴儿一样 接下来 我将针对不同的脸型 特征 给出搭配眉型的建议 方形脸的美门 由于面部骨感较强 所以需要避开一些 线条僵硬的灵脚眉毛 为了不削弱柔美的女性气质 让眉毛微微曲折 在眉峰上也维持圆润感 才显得更加聪慧 线条柔美的额蛋脸 必定不要选择 弧度较大的眉毛 这样会加强脸蛋的圆润感 也不要选择平平的一字眉 直楞眉型与圆润的脸 不太搭配 正确选择是 微微曲折的自然眉 瓜子脸 切记眉毛偏短 这样会在视觉上 加剧了面部上停的比重 正确做法是 稍微拉长眉尾 再让其自然下滑 才更搭瓜子脸的线条 长脸妹子 则要弱化眉峰的部分 让平直的眉型调和一下 而且长脸型的眉眉 特别不适合浓眉 浅淡的眉色 是最要紧的一步 除此之外 直直的眉毛 也会使他人眼光 被吸引至面部的下方 眉毛呈现自然反微笑的样子 才最好看 圆脸的妹子 切记选择与圆脸线条 明显不搭的一字眉 可以选择 略带灵角眉峰的浅弯眉 略带灵角眉峰 可以在视觉上 削减脸蛋偏圆润的 绝佳的武器 找到适合自己的眉型 但实践时 免不了有疑惑和困惑 我们必须避开这几种 错误的画眉方法 比如说 眉毛画得太粗 眉毛画得不太对称 眉毛短又胖 眉毛画得过长 画到我们的太阳穴 就非常的不自然 那么 如何画一个标准 又好看的眉毛呢 但我们看一下 标准的眉型 是由眉头 眉峰 眉尾 所组成的 想要画出一条好看的眉毛 必须找准这三个重点的位置 首先要找到鼻翼 外眼角 内眼角 眼睛的最高处 以及黑眼球外侧的边界处 依据这些点来找出我们的每个位置 首先是眉头 在内眼角垂直对上眉毛的位置 与眼睛最高处基本平起 到眉峰 在黑眼球边界垂直延长线 与眉毛的交界处 最后眉尾在鼻翼与外眼角连接的直线 延长线上 与眉毛的交点上 在脸上 凿准眉毛这些位置 再进行描画 效果就会更佳了 到这里 脸部的妆容 素脸就已经说完了 除此之外 大家想想 还有什么是非常影响我们面部轮廓的呢 没错 就是发型 发型也能改变人的脸型 当然 发型对人的整体造型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人换了一种发型 呈现出的是截然不同的感觉 一款发型不一定适合不同脸型的人 根据不同脸型的特征 也会有相应的发型推荐 我们也要根据脸型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型 下面 我们就来分别讲一讲 圆脸女生未能稍微拉长圆脸 建议不要留过密的刘海遮住额头 时髦的分层拨拨头或者是其间的卷长发 都是很好的选择 而圆脸男生下巴缺乏明显的线条和角度 建议增加一点角度和维度到发型当中 像类似露出额头的发型 会显得更加清爽俐落又精神 而方形脸女生要注意发型一定要有弧度 这样遮盖并修饰本来硬直的线条 不要尝试偏直的死板的发型 方形脸的男生 脸型线条很直 硬朗而有男人味 简单个性清爽干净的板寸头 会减少脸型线条的直线和僵硬 会显得更加有男人的魅力 建议长脸女生多留刘海 齐眉刘海斜尖刘海 或者是达到下巴长度的波波头发型 从视觉上增加脸的宽度 此外中长发更适合长脸 但是不建议选择直长的头发 会使脸部更加长 长脸的男生要尽可能避免太短的两边 并且保持一定长度的顶端头发 不让脸型变得更加长 到了鹅蛋脸脸型 鹅蛋脸脸型的面部线条偏柔和 所以卷发 直发 刘海等很多发型都可以尝试 几乎没什么发型能难到鹅蛋脸 但如果脑门偏大的话 建议选择有刘海的发型 运动发型也有相应的小tips 运动的时候长发女生一定会把头发扎起来 避免粘力感 看起来也干净利落 扎起头发注意保持一定的蓬松度 和塑造更好的发型 真的是很影响一个人的身材 聪明的人会学会藏肉 怎么穿都不怕 其实穿得瘦不是没有原因的 接下来就给大家揭秘生活篇与运动篇 怎么穿衣都瘦的穿衣搭配技巧 先进入日常篇 比起身高 上下身比例更为重要 一套衣服只因为改变上身和裤子的分割位置 就会导致上身与下身比例的比重变化 上下身的分界线较回高 会有概念清爽的感觉 而且切勿将分界线定于想遮住的位置 会让人视线聚焦到尺处 第二 服装颜色的选择要慎重 深色系的衣服属于冷色调 会起到一定的收缩效果 而亮色系其实不太适合肥胖困扰的人 特别是荧光色系会发亮 还有一些反光的布料 会产生膨胀感觉 要避免这类颜色 第三 有斜线的服装在感光上 可以拉长我们的身体 在许多带有花样的服装中 特别推荐带有斜线的服饰 看上去大大增加了身体的长度 显高又显瘦 那是因为斜线是一种充满动感 并且活泼青春的线条 比起四平八纹的横线和竖线 更显得活力 第四 其实横条纹越细越多 竖条纹越少越显瘦 横条纹的服装适合绝大多数 想显得身材更加苗条人 相反 竖条纹数量越少越好 数量最好不要超过三条 竖条纹数量太多 反而会给人不好看的视觉感受 第五 局部细节非常重要 首先 胳膊粗不粗 全看 袖口 选得好不好 胳膊的粗细 确定的是肥胖指标 最直接的显示器 全部露出来 如图一 这样肯定是不推荐的 图三 相比全路会显得胳膊更加的要长得多 但是 如果袖口太窄 或者是刚好都可能会出现脊肉的现象 反而更突出手臂的轮廓 再看图五 因为有宽大衣袖的衬托 胳膊有明显变细的效果 像图五这样的袖子 是最近很流行的喇叭袖 会显得胳膊又长又细 所以强烈推荐这种袖口 还有 饰品的佩戴不应当显得累赘 第一 饰品所处的位置非常重要 第二 建议配饰不要过多过闸 选择一到两件 而且最好将设计感偏强的东西 放在我们的上半身 第六 裙子裤子的高度 决定了我们的腿型 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有三种裙边的高度 其中图二的裙边高度与膝同高 恰好到我们小腿宽大的部位 会有粗壮的延伸感 所以显得腿会偏短和粗 如同图中一和三 这样的高度其实都可以的 给人以牵细的延伸感 如果对自己的小腿腿线 不是很有自信的话 强烈推荐图三的高度 男身短裤基本上 以膝上10公分为极限 这是大众能接受的尺寸 不宜过短 膝上3到5公分是最显得腿长的长度 第七 鞋裤选择与搭配 鞋子的颜色最好和裤子或袜子保持同一个色系 最好是相同的颜色 这样会有腿部线条延伸的效果 最后我们必须把功课做到我们的鞋为止 因为将鞋头拉长会显得我们脚更加的细长 所以肩头鞋比圆头鞋更好 圆头又比方头鞋好 有根鞋比平底鞋好 但是切勿选择肥大厚重的鞋底 不仅显得笨重 而且会破坏整体的比例 总体的建议最好选择一些纤细清爽的鞋子 日常服饰搭配技巧 在运动服饰的搭配和选择中都可以用得到 然而在运动的搭配中 我们还要穿出特别有活力的感觉 说到运动装 大家脑海中都搭配的是怎么样的呢 是否像左图中展示的服装 右图的两姐妹穿的都是同一款的运动裤 但是选择是否合适自己的服装 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感觉 掌握运动服装搭配的技巧 可以帮助您实现有效的塑形 其实你可以边动边享受 动完真享受 那么我们该如何进行运动服装的搭配呢 首先切记全身宽松等于垮 服装要合身而不是紧身 然后比例很重要 掌握上宽下紧 上松下载 上长下短 内长外短 或者是颠倒过来 就是不要让上下身的分量一样 第三 锁骨 手腕 脚踝是身体最迁细的部位 在外面的迁细部位 就会有牵肠的延伸感 所以要学会善于利用它们去展示自己 再寒冷 也别藏着 接下来要讲的是运动短裤 运动短裤最好搭配单品是 单穿 外搭鞋仪 选择时需要注意 裤脚宽度不宜太贴 会显得我们的腿围会越来越粗 长度也不宜过长 例如接近膝盖 会显腿短 选择有线条感设计的 或者是特别剪裁的款式 视觉上能修饰臀部曲线 呈现出圆翘感 现在也很流行贴腿裤 贴腿裤首推的是黑色 显瘦又百搭 但黑色与花色的贴腿裤 还是有明显的粗细之别 如果不喜欢单色太单调 可以选择腿色有花样的款式 正面单黑色会同时具备显瘦和增添花样的特色效果 运动的美好不该只停留在运动的时刻 运动的穿着都可以引申到生活的每一个时刻 不断地展现我们的活力 运动的竖行过程中 那些努力的瞬间和成果 当然值得被记录下来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个简单的拍照要领 让你在拍照的过程中 也可以享受变瘦的自信和乐趣 拍照首要注意的因素是角度 比如说俯拍拍出双下巴 仰拍拍出锥子脸 所以拍照前要找到自己最美的角度 另外身体姿态也很重要 拍照时稍稍侧身能够展示身体的曲线 也不会在画面中占了太大的面积 你不妨单手插腰或者是把一些特别的手势 也可以双手插腰同时稍稍侧腿 还有在画面中倾斜 有视觉上拉长的整体效果 在那时交叉双腿 倾斜着会显得身体更加细长 增添灵动感 坐子的同时 大胆将腿和脚往侧边延出 显腿长的同时 也能改变人整体的坐姿曲线 有如大家闺秀的记事感 运动的器械和一些饰品 可以随时的利用 摆出运动中最能展示 置身长促的运动知识 让运动的瞬间被记录下来 是最真实也最可爱的 遇到运动健身的伙伴们 要来合影一张的时候 别忘了以上讲过的小技巧 角度把握的得当 可以加手势摆知识 运用器材的辅助等 当然有的时候追求自然美 而不看镜头也是极好的 本次的课程分享到这里 就要结束了 希望大家可以将 瘦身造型的方法 掌握和运用到 自己的运动和生活当中 边显瘦边享受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